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逝世抗命 下遇将士 指责朱与文受到了期待 皇子成等萧小之臣的诱惑 对朱皇子进行了迫害 打着清军策旗号起兵靖南 史称靖纳之意 朱与文和朱棣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 最终以朱棣的胜利作为了结局 在南京皇宫中的一场大火下 朱与文自此下落不明 而朱棣则登上了皇位 史称明成祖 其实早在朱元璋决定将皇位传给朱与文之时 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们大概内心会有不服 尤其是军功显赫的朱棣 因此为自己的皇孙朱允文留下一员大将庚炳文 希望能够帮助其站稳朝局 庚炳文何许人也 此人在自己父亲耿军用去世之后 承袭了父职 带领着其父亲的军队大半张世成的大将赵达古 升秦敌军首将李福安等人攻克长兴而一举成名 此战之后 朱元璋 庚炳文被七十分看重 将长兴托付于他 庚炳文不负朱元璋的信赖 坚守长兴长达十年之久 在此七点 他以寡敌众 大小十几次战争 战无不胜 使得张世成十分头疼 明朝成立后 庚炳文被封为镇国上将军兼幼律府复始 此后 跟隋长玉春 蓝绿等人四处挣扎 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着这样的一个人的辅佐 其实朱炳文在与朱棣的这场战争之中 本来是有胜利的希望的 但是 此人毕竟年纪尚小 还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朝中的大臣为自己效力 最终错失了良机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朱炳文确实想起了自己也也留下的这连大将 庚炳文 并且将其封为征禄大将军 率领三十万大军 实际只有十三万以抵抗朱棣 但是 令人没有预料到的是 庚炳文的部将张宝向朱棣投降 并向朱棣报告南岸部队的虚实情况 同时成为了敌方的间谍 这使得庚炳文一下子处于了烈士之中 损失了许多的将士 自此之后 只能坚守在城池之中不敢出战 毕竟之前庚炳文有着丰富的守城经验 倘若建文帝依旧命其坚守城池 或许历史会被改写 但是当战败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中之时 建文帝十分担心 因此接受了太常清皇子城的起义 以李文珠之子曹国公李景龙 为大将军取代耿炳文 而这样的职位变动 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倘若朱元璋在天之灵知道自己的一番心意 朱与文却没有好好利用的话 大概会气得吐血 亦或者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参考文献 明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准备